如何处理ADB多口连接失败的问题 这里我先模拟一下现象 点击编辑计划 勾选设置计划点击执行 可以看到四线窗口弹出手机ADB端口连接失败 这个时候先断开中断 然后把手机重新插拔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手机上有一个弹窗 是否允许UHB挑适 这里勾选始终允许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设置 点击系统 找到开发者选项 勾选UHB挑适 和紧充电模式下允许ADB挑适 要勾选这两项 然后手机这边就配置好了 重新连接终端 点击编辑计划 勾选目标计划 点击执行 可以看到现在业务已经正常做起来了 这里连接华为助手不是必要连接 华为助手只取起到一个安装驱动的重要 我是为了方便演示 从助手来看手机的界面